起床起床,早上8点钟 相当于内地的6点钟 看一下 嗯,已经有人在锻炼了 哎呀,后面 早点起来吧,不然人越来越多,当场设施 因为昨天晚上比较晚了,后面包都没拿下来,因为没做饭嘛 就打了个帐篷 后面是一个小区 现在还早,起来锻炼的人 那边有个篮球场 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现在太阳还没出来了 去了,走了 昨天晚上比较晚了 12点1点钟才睡觉 所以说那个视频也还没剪 所以说起来早一点 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把视频剪一下 差不多要花一个多小时 我也是第一次把帐篷搭了这么多 四周全是人的情况 人的地方 我也太晚了 刚准备走啊,这个后台没气了 这个还是新胎啊,第一炸 第二炸 炸了一根刺,一根铁丝 把它补一下吧 这新能汤这么不耐炸 昨天炸了前台 可能是晚上炸了这个后台吧 手在哪里 手在那里 坐墙 扩尔勒 还有这个折扑 你知道吧 就那一条那个铁路 那铁路 那铁路 转驾军列 转驾车 就是那个军列 上那枪的转驾车 就天的铁路是吧 当兵还是吧 西藏当兵的 里面是当过兵的吗 我们当过兵的呀 我们这两个头子走了 那时候哪有铁路啊 他妈的 连个公路都没有啊 这边好多当兵的都留下来了 我们就新疆的呀 汉人基本全是 但是这个 他也是我们的老新疆 四川的 前面那个 哦 前面给你介绍得下 那边 嗯 那你们老想啊 下去 耶耶耶耶 哇 前面把他做的 哎呦 哈哈 他客气好啊 看见超气 哎呦 刚才把视频剪完了 准备出发了 十点半了 准备出发了 还是在路上的感觉好吧 这位骑游的话 等会儿估计要在前面跑了 我 没他快 每次他都比我快 这个车 骑得 骑起来太快了 可能装备也轻一点吧 像骑自行车 搞这种精简化的装备挺好的 少大一点东西 这鸵包的话估计一两两百块钱一个 所以说旋力高工资也高一点 你原来在广州上班工资多少吧 一万多 一万多 啊到手一万多 可以啊 我这辈子也没拿过这么高的 所以说旋力高就是对未来的生活还是要好一点 像我们打螺丝的话一个月就到手 四千块 要干三个月才当你一个月 这个骑又加速了 我跟不上了 又要一个人默默的骑行了 又要一个人默默的骑行了 他那个骑起来为什么这么快呀 我的话就是这种速度了 再快的话就顶不住了 在马上 天下 骑了差不多二十来公里吧 今天这个路的话不是太好骑啊 它这个国道边上太窄了 它本来这个路是个加宽路 它的路感觉加宽了又感觉没有加 它没附水引力 原来就这么窄 这个有水引力的地方 后面加宽过后没附水引力 所以不太好骑 那下面不太干骑啊 容易砸滩 因为大货车的铁丝基本上掉在外面的 这国道货车还是挺多的 今天路段还是挺难骑的 没有昨天路况好 一个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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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男有女 哎呀太羡慕了 他们装备好好啊 还把那个连给蒙住了 防晒也做得好 下午三点钟到了这个沙湾寺 在这边休息一下吧 在这个寺里面 这是一条什么河呀 怎么大股 很大一股腥味 里面好像有鱼 这个水质的话 感觉也没有鱼啊 很大一股那种鱼腥味 但是这个水应该没鱼吧 你看这个水是那种污水 这是人工河一条 水的话是从上游流下来的 这个沙湾寺好大呀 沙湾沙湾沙湾大盘鸡 大盘鸡就起源于这个沙湾寺 谢谢一下吧 这个下午的话还是挺热的 相当于内地的一点钟左右 真热的时候 今天的话也没什么风景可拍的 没什么拍的了 给大家看一下新疆的城市建设吧 这边有一个德隆酒店 好大一个酒店 热吧的话也看不到 不知道是为什么 好歌曲欢唱成 可以TV吗 好歌曲欢唱成 长在水里面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水是哪里来的 也不像一条河流啊 看吧 我靠这个也不是蓬蓬啊 这颜色不一样 赶快离开这里了 感觉太阳怎么不见了 今天晚上可能要去小树林或者桥栋了 上面的火车从这样滑过去还是挺好看的 好想去坐一坐这个火车 好久没坐火车了 买了6瓶矿水6块 买了一袋花生米2块 这个5块5红皮大沃素 哇这个辣椒地洒水都是用无人机啊 现在也太高科技了吧 刚才看到了 那我们小时候中地的话就没有无人机 那个洒水的话就是用那个扁蛋 能挑着两层水 然后一点一点的散 这条路大货车有点多啊 先稳那么一手 稳住 先推一下 边推边找露营地 现在也是下午7点钟了 该找露营地露营了 这路太窄了 而且好多玻璃啊 我骑车已经骑到了下午8点10 还没有找到露营地啊 骑了一个小时都没找到 这边有工厂 现在是下午8点半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桥洞 但是这个桥洞的话 大货车一过就整动得很 我怕它垮掉了 大货车一过来这些感觉好陡啊 我感觉要垮了这个桥 你看都裂开了 这不太敢住 但是那个里面有个沟 我看到还可以 刚才去看了一下 等会去沟里面住吧 这个桥不敢住啊 太陡了 我刚才把这个车推到这个桥下面来了 这个桥的话是03年建的 感觉这个桥撑不住啊 大货车一过来走得很 我在下面那沟里面去算了 这边有个沟 不然那个桥垮掉了太危险了 那不压扁了 这边有一条沟 这边有一条沟 这沟里来好了 今天又不下雨不用担心雨水 这沟里面好一点 这沟里面嘛 这沟还可以啊比较安全 是吧 那边还有一个信号塔 这边是一个工业园区 是一些工厂啊搞什么的 这个桥下面确实有点害怕呀 你看这个小车没事 主要是这个大货车太多了 都在抖啊 我靠这个桥 这水敢住了 把车骑下去 去那个沟里面算了 因为搞不了 沟里面安全了 我靠 只有你不躲安全 今天这个沟里面安全一些 今天我就住在这个沟里面好了 这边的话也比较有 还可以吧 帐篷搭起来 现在快九点钟了 天都快黑了 做饭吃 搞饭吃搞饭吃 哎呀 这地方还可以呀 我感觉 本来想去那个桥洞的 但是那个桥洞不安全 感觉那个桥要垮了 还是这里要安全一些 我们露营的话就以安全为止 不安全的事情我们不要做 今天吃这个蛋 这个是鹅蛋 很大一个的 买了两天了 一直放在那个车上 而且还没坏 超大一个这个鹅蛋 我还要第一次吃鹅蛋吧 看一下味道怎么样 估计有点散了 摇了摇了两天了 在车上 看这个蛋好大有 再煎一下 看一下 再煎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吃鹅蛋了 来点大蒜子 我喜欢吃大蒜子 炒鸡蛋 炒这个蛋内的话 可以不用放大蒜子 看个人爱好了 这估计要当 有三个鸡蛋那么大的 炒这个洋葱 稍微炒一下就熟了 加一点酱油 稍微炒一下 调料就放自己喜欢吃了就行了 这是鸡粉 今天吃清淡一点 少放一点盐 这个菜已经炒熟了 这个是洋葱炒鹅蛋 感觉好香啊 今天就 喝一只吧 不管了开饭了开饭了 今天的哈 简简单单吃一个洋葱炒鹅蛋 喝一只大乌酥 先走一个吧 舒坦 尝一下这个鹅蛋怎么样 第一次吃鹅蛋 哇 尝一下这羊 这鹅蛋比鸡蛋和鸭蛋都要软弱鲜香 还可以的 搭配这个洋葱 就是 鸡蛋 鸡蛋 味道 炒点蔬菜还是挺好的 这两个菜搭配起来 味道比较独特 在喝的大乌酥 总体来说非常的nice 买了一包花生米 买了一包花生米 一包花生米凉 对 直接倒在里面 倒在里面 乌坑太坏了 本来我今天就想到 骑到那个渡山子 那个渡库公路都骑了 结果路方太差了 骑不过去 骑这么晚都没打 还差二十 接近三 二十多公斤 哇 这个洋葱炒 这个鹅蛋瞎换 那一句 哇 太香了 哇 我在新疆来了这么久了 吃了新疆的狼 新疆的羊肉 是不是 烤包子 是不是 冰激凌 麻奶 大盘鸡 吃到不知道美食有什么用的 还不如有一个女人 有时候我是在想的 我是来 干嘛的 是来吃美食的吗 我说目的是来吃美食的 美食对我老黄来说 吸引力不是那么的大的 我只希望在这个 这是一个啥东西啊 渠道里面 不那么冷冷清清 那人冷冷清清的 勾勾里面 要是有一个女人 你们说会怎么样 又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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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变到 吃美食 你怎么会变成 我一定是有一个女人 周围 就是 温度 可以 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